大家好,我們是Nuffilon 今天要來做個開箱影片是 RAIDER輪轉式連發機寬槍 這名字中文非常不好記 所以我們在社團裡面通常都還是叫它RAIDER比較多 好,那我們現在來把這個影片打開 把這個箱子打開來 非常大的一個箱子 這個箱子就是我的 所以等一下我會把東西全部拿出來 好,各位看到它的內容物包含了一個35發的彈骨 然後槍身,槍縫,還有35發長射繩子彈 然後我等一下會拿另一支槍來為各位做一下部件的解說 那請看一下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要裝上彈夾的側邊的部件 它會連接在槍的身上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槍的樣子 那這支槍,這支RAIDER是有經過改造的 它暫時把它的那個退殼窗拿掉 那麼這就是它的槍托 它的槍托可以做三段式的調整 你只要拉,它就會延長 然後它不會往前推 除非你壓了下面這個開關 壓了之後就可以收起來 它有一段,兩段,三段的這個設計 然後這種彈夾槍最重要的要注意的一點就是 必須要往後拉上彈了之後 才可以壓整個按鈕 把彈夾拿起來 那它的設計算是彈鼓的 不過這種彈夾槍系統的彈夾是全部通用 不管你是6發 或者18發 都可以裝進去 這支槍的最大的特色在於 它是前置上彈 然後有整個握把可以握得住 非常好用 然後除了這一點之外 它還有所謂的Slam Fire 我們不知道中文要怎麼說它 我們都說Slam Fire Slam Fire的功能就是 你只要板機扣住 然後往前推 它就會擊發 那麼只要板機扣住 你就可以一直不斷的後拉前推 後拉前推 它就會一直自動擊發 那請務必照顧好自己的彈夾 因為彈夾如果上彈上的不順的話 那你這樣子在做連發動作的時候 勢必是會卡彈 那剛剛影片你們聽到的這個槍的聲音 可能跟你們手上的原聲的 NRF槍或者RAID的聲音會不太一樣 那是因為我們已經做了一些構造上的修改 改造的影片你們等一下可以看這個連結 你們會知道我們是怎麼來改槍的 那現在我們的社團裡面有 7隻RAIDER 雖然說我們每次打的人數 大概都8個到12個不等 那我們裡面就有7隻RAIDER 然後8個彈鼓 可以說明這支槍真的是非常受到歡迎 好 那今天感謝各位的收看 謝謝